親愛的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金錢到 我們不浪費時間 首先第一個 行情不好跟股票不好 是不太一樣 股票市場不好 跟這一檔股票其實有問題 是不一樣的 舉今年來講 今年當然下跌了4000多點 時間線上跌了大概6到7個月 所以這一段時間來 大部分的股票表現都不好 是不是表示說 股票都是不好的公司 當然不是 比方說台電 好公司 比方說聯發客 好公司 比方說你看到了任何一檔股票 事實上很多在創歷史新高的 都是好公司 你不能說股票不好 這些公司的好公司 但是他賠不賠錢 讓你賠錢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行情不好 並不是叫做股票不好 而不好的股票 只要行情一轉好 馬上可以讓你賺錢 這就是我們來講的重點 因此的話很多人在今年 他會怨天有人 會有很多心中的疑慮 認為說今年賠多少錢 那個誰誰誰告訴我 害我賠了多少錢 與其你花時間在這個地方想這些 糾結這些 不如先賺一倍 再拚一倍 對吧 不管你做得去怎麼樣後悔 不管這個地方有多少的惡玩 不管有多少的遺憾 甚至於有的股票 它砍在最低點 砍完就上來了 這其實是另外一種遺憾 那麼這該怎麼辦呢 還不如自己先拚一倍 這就是說的莫忘初衷 不要忘了來股市最初的夢想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股票是不好的 不是這樣子的 股票是好公司 只要行情轉好 行情就上來了 你馬上可以賺到錢 什麼叫行情轉好呢 這叫行情轉好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到 對季線管理這麼大 對不對 再來就是時間線 時間線是什麼重點 就今年幾次重疊 都是因為美國股市升息 但美國股市在這個禮拜 升完息以後 基本上8月沒有升息的動作 9月中旬以前 也沒有升息的動作 你有整整8週的時間 等於是放市場 一個長長的暑假 糟糕天下 華爾街的主力 市場的資金大戶 全世界的資金大戶 你們去做多吧 好 那我們說 局勢一片大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 漲停板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快 三週之前 國安基金還沒有進場 我提出了一個觀念 叫做漲停板會越來越多 市場上非常多人在嘲笑我 市場上有所謂的 這種很喜歡賣弄自己 清流的人士 動不動就在那邊講 什麼股票委屈 什麼第一本一筆 再不然就是台灣的基本面 我覺得這種東西 其實當然講講是好 重點是你要能夠 幫助到投資人 對不對 好比說你今天要是能夠 帶別人抄底 台積電買在440塊 我就覺得還不錯 對不對 你高檔不要叫人家買 對不對 你不要說640叫人家買 600又叫人家買 550又叫人家買 500又叫人家買 到底了這個地方400 彈上來告訴人家說這地方30不要追了 這個我覺得就是有一點 出一張嘴 其實對市場上的投資人 也沒有辦法幫助 所以我當時大膽的講出一句話 我認為我做這個工作 就是要幫助所有的散戶對吧 所以我提出一個計畫 叫做愛妮九週半 當時當然到現在為止 已經過了兩個禮拜 只剩下8週了 8週已經快要不到了 每個禮拜都要拼出很多的漲停 從這個地方我們看到FVD升息開始 這裡有5個禮拜 這裡還有8個禮拜 你要怎麼做呢 一個禮拜只要拼到2根漲停板 那麼就是2成 3個禮拜就是6成 如果說你今天可以搬回6成 你就可以把今年上半年所有的二碗 一次把它怎麼樣解決掉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9月20號 寶貴的不是空間而是時間 所以我不看怎麼五日均線 季線 什麼年線 什麼都不看 因為那叫做空間 看空間是沒有意義的 空間是給台藝店掌用的 我們看的是時間 什麼叫時間 每個禮拜都要想辦法 拼到當下的漲停板 所以當時說 這個禮拜可以拼到最多的漲停板 當然就是挑戰生涯當中最高的紀錄 每一天都是一根漲停板的機會 少來 一天就少一根 好 當然也有人說這個做不到 我也要跟各位做一下分享 正是因為會被別人嘲笑的夢想 才有我們追尋的價值 繼續往前看 上禮拜五 往下殺 早盤有人在這邊追高了 我說不要動 注意 聽我的 上禮拜五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們叫小VIP 我會告訴你節奏 買什麼 買尾盤 跟下週一開盤 上禮拜五跟各位講了對不對 早上不是衝一段嗎 殺下來 買尾盤 再買什麼 下週一開盤 好 果不其然 今天來看一下 今天要注意的禮拜一的指數 可以看到不漲不跌 距離距離很遠 這怎麼解讀呢 一旦跌破五日均線會不會打下來 再打第二隻腳 我跟你講那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 除了賺漲停本身之外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漲停風格的變化 漲停風格的變化 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漲停風格的變化 好 那我們繼續看 往下看 今天早上果然 我們禮拜五跟各位講 開盤就買點 早上有沒有買 早上你如果有買的話 至少20個漲停的機會 我們證明給各位看 早上開盤出來9點13分以前 只有5到5家左右的股票漲停板 這當中當然除了我們預告的之外 就有3家了 等一下再來跟各位做分享 好 那我們來看到 這個時間點到了1點半 漲停板將近30家 對不對 漲停板將近30家 好 那就證明說 證明說我說的沒錯 因為你早盤開出來 只有5根漲停 所以這個地方只要你肯買進的話 今天至少有20根漲停的機會 又被我命中了 對吧 這個時候先來看一下 漲停風格的變化 出現什麼樣的微妙變化 並不是說股票漲停 就是答案了 你要抓到這個風格 微妙的變化 你才能夠去預告 下個禮拜的漲停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最讓市場上感覺到震撼的 就是因為我們會預告漲停 我們從上禮拜開始 跟各位預告這個 包括宇宙 講黃大電 黃大電又漲停 講這個劍達 劍達漲停 講陽明光 陽明漲停 然後在這個地方講 仙境光 仙境光漲停 講這個位數 位數漲停 然後再來講威勝 威勝漲停 告訴你一棒就一棒 一直漲停 輪飛漲停 又漲停 上禮拜蓋牌 繼續漲停 所以能不能夠抓到漲停的機會 當然提前一千 你先來這個地方 跟我們做一個布局的話 這就是我們對小BMP的一個 市場上的一個計畫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最大風格在哪裡 不是只有股票漲停板而已 重點是什麼 創新高的股票增加了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創新高的股票增加了 創新高的股票增加了 這是什麼意思 一開始在起漲的時候 95%的人他都會去找跌很深的 為什麼 感覺便宜 對不對 看起來是一件聰明的事情 股票跌了4000多點 很多人說我要買這個超跌反彈 對不對 可是當所有的股票 都漲完第一輪以後 你還是去買那個跌升的 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比方說將今天的零電 你上禮拜我買的話 今天是不是很生氣 藏紅棒 藏紅帶量 對不對 上禮拜是藏紅帶量 標準的錯誤操作 對不對 現在這個社會 新一代技術分析 沒有在看什麼藏紅帶量 藏紅帶量你要注意 常常是最好出貨的地方 當然這個地方拉回來 我們繼續講 暴載 成熟製程 價格會不會出現鬆動 當然這個新聞 其實老早就不是新聞了 半年之前就有人跟你講過了 所以擔心成熟製程 會出現價格鬆動的人 早在60塊以上就出光了 你看暴量在這邊 人家高檔都出了 你當然跌了十幾塊錢 在那邊跟你講那個 沒有人理你 對不對 重點不是在於說你這是什麼利空 其實這東西大家早就知道 重點在於高檔60塊以上 賣零電的人願不願意接回來 這是他底部的 行程的重點在這裡 所以市場上根本完全都搞錯了 因此也造成了一種 操作上的謬誤就是說 很多人都去在這邊買了這根紅棒 你買這根紅棒幹嘛 要嘛你就買這根右腳 你買這根幹嘛 過緊線已經追 帶量 無聊 對不對 標準的錯誤 下跌格局當中 空方格局還沒有轉成多方格局 什麼叫多方格局 你進線至少要過吧 你進線沒過你跟我講多方 怎麼可能 對不對 嘗試打底而已 所以你這一段可以賺 你靠近他就不要追 你一旦追了今天就開低 對不對 他說老師我今天又沒有賺到 所以這是錯誤方式 漲停風格就是告訴各位說 低時間點 比方說我們跟各位講 上個禮拜的風格 容不容許跌身反彈 容許要不然怎麼會有台辦 這就是跌身反彈的股票 但這個禮拜的風格 你就要注意 如果你要持續漲停下去 你要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十一直有那種 賺到漲停的那種機會的話 你就要注意這個風格正在變換 因為這個禮拜開始接受創新高 這就是風格的變換 有的人說因為什麼產業什麼產業 不是那個原因 以今天來講 升級股有沒有進入創新高 有 光通訊有沒有進入創新高 有 都有嘛 星耀股有沒有進入創新高 有 CDMO的股票 有沒有進入創新高 一樣有 所以不是產業的問題 是現在這個風格市場上 已經開始接受創新高這件事情 那你的漲停板就要開始擴大往 能夠創新高股票找 這樣子才能夠一棒接一棒 不停的賺漲停 好 我們繼續 因此我們來看一下 上禮拜我告訴各位 原因是在這地方 是不是只買通達電 當然不是 這個地方要買威勝 來2388 我們來看到何以見得 請注意 記性在這邊 低檔在左右兩隻腳 記性在這邊 過了前高拉回側 那這個就不是 不是所謂的跌勝反騰 因為你第一段在這裡 有沒有過前高 有嘛 記性在這裡 所以在這個家族當中 位階最低的 好的 這個地方 第一段沒有做到宏達電 沒有做到陽明光 沒有做到劍達 沒有做到衛術的 來 威勝上場 禮拜四果然漲停板 人人都可以小月一批 特別在這個地方恭喜 有跟我們一起做到的朋友 來 不管你今天是在 彰化 桃園 台北 台中 高雄 林媽媽 王小姐 大哥 通通都一樣 我跟董事長一樣 一視同仁 林董事長 我們來看一下 跟我一起數漲停 謝謝各位 這個地方看到威勝 再攻漲停 請注意這句話 恭喜威勝第三根漲停 看清楚 恭賀我們家族的朋友 手中的剩餘此股 先做續報 重點是這句話 這筆資金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 有幾位朋友跟我說 老師我買滿了 你有新股票 我要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去借錢來 原因在這裡 我講給各位聽 我今天要買新股票 然後我就跟我好幾個朋友講說 因為你威勝還沒有賣 你現在沒有資金 為什麼沒有資金 重壓 300萬的資金 下去買100張 你當然沒錢 所以等到這個禮拜 我帶你出威勝 會轉向威勝第二 請你等候我的通知 好不好 新的朋友 等我出掉的時候 一起買新的 這就是我告訴各位 針對所有的朋友來做一個負責 好不好 你們來找我 當然不帶你們買 幫人家去拱股票 沒有意思 對吧 好 我也是很拉到第三港 這重點來了 我們邏輯對不對 是對的嗎 好 那就沒問題了 有沒有創新高 有 好 繼續 只要有心 人人都能夠成為小VIP 誰都可以 王媽媽可以 劉大哥可以 林董事長 你一樣可以成為我們的小VIP 雖然只要再做兩檔 可能你就是大VIP了 但是我們一樣帶著所有的朋友 跟我們追尋夢想 大家都可以輕鬆來參與 好 小到VIP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重點是你要想賺錢 你不想賺錢 那我沒辦法 來 上禮拜五 也來跟各位講過 這一次的元宇宙 你要去找去年12月 曾經跟宏達電 一起上山下海的股票 對吧 有一檔股票在去年12月 漲了8根漲停 講完今天拉第一根 恭喜各位 有參與到的朋友 我說過了 有賺錢的心 你就會小VIP 好 繼續 每一天都有新的機會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生計醫療 靖宏在這邊帶出第一根漲停 前面三根買不到 我也坦白跟你講 對不對 我不會騙你說 這個地方是又可以買 沒有重視 買不到就買不到 打開可不可以買 可以買 因為還有高點 我們來看到生計股 裹完起來了 靖宏占上80塊 看到90塊 再看到100塊 占上100塊不得了了 10張賺多少錢 自己算 如果買20張怎麼辦 投資朋友們 那麼你的人生就改變了 既然鏡頭改變了 醫療影像診斷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看到 有機會帶出營收的新股票 再來我們看到全有 擴散開來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只有一檔而已 那麼你就要當作一檔 認真的股票來做布局 CDMO加新藥研發 我們來看 CDMO是最容易拿到營收的 今年來講 大家都講藥活藥 其實新藥股 6 7年前 10年前都有人做過 對不對 大家一定都記得浩鼎 大家就記得記 這一次跟過去最大不同 就是在於說 因為藥花藥真的把營收拿出來 當然很多人批評他 市場上很多凸鷹 凸鷹就是喜歡唱衰股票 對不對 說這個太高了 市值1000多億 講一大堆那種 但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今天要批評一個東西 你自己要做得到 對不對 假如說你藥花藥賺了15億 對不對 你就出來跟大家講說 我藥花藥已經賺師幾億了 我不想再賺了 你要我再推薦 我就不好意思講 這個話有水準 對吧 因為你自己成本低買得夠低 有的人他是 根本沒有賺到藥花藥 然後在那邊想說 這市值太高了 我問各位一件事 你連漲上去你都看錯 你憑什麼認為他會下來 你連漲上去這麼明顯的錢 你都賺不到 你憑什麼說他會下來 你要真有本事你去放空 對吧 這種人就是出一張嘴 很無聊 市場上的清流其實 看起來是你的好朋友 往往讓你賺不到錢 對吧 市場上的這些清流 往往是看起來道貌然 好像是個德高望重 但實際上你問他 哪一折股票可不可以買的時候 其實股票有時候會掉下去 就告訴你說你要報了 基本也很好 這不見得幫助到各位 反觀我們這個地方的重點 我振華只做一件事 賺錢的心 我知道你有賺錢的心 我知道你非常想賺錢 我知道你非常需要錢 所以我想盡辦法 我付出我的權力 我來盡力幫忙讓你賺到錢 來 我們看一下 上禮拜五我告訴各位 輪到益德了吧 當然輪到他了 因為上一次的衝高過程當中 注意 KD來到80 我最喜歡80的KD 我最喜歡80的KD 只要站穩80的KD 老師他沒有站穩 他死亡交叉 你錯了 重點不是在於他有沒有死亡交叉 重點在於他突破80那一根 帶上來 拉上來有沒有 突破80是哪一根 是這一根嗎 這一根有沒有破 沒有 只要這一根沒有破 因為他是越過80的 稱為關鍵架 拉回守住這一根 就是中繼在漲 可是這死亡交叉 為什麼不跌 代表什麼 不懂KD的人亂交KD 誰跟你講死亡交叉 一定要賣的 瞎扯 對不對 不知道KD的人亂交 我常常看到都能亂交 好 我們來看到益德 禮拜五的時候 告訴各位絕佳進場點 今天怎麼樣 再共一根漲停 恭喜各位 再一次強調 賺錢的心 好 那我們來看到震撼全國 這不得了 震撼全國 上禮拜跟各位講 要禮拜一漲停 禮拜二漲停 禮拜三漲停 禮拜四漲停 禮拜五漲停 沒有人相信 沒有想到我們在追尋的 成功的過程當中 已經震撼了全國 感動了全國 好 那我們來看到 耀華耀繼續帶領 接下來我們看到鑽石生計 這個未來來講 只要站上前一四值的 生計股要越多 那有幾個重點 就是當然 它現在鑽石是在新櫃裡面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市值有千億的股票 以後如果都到OTC來的話 就是控盤指標了 那我們來看到 所以先看這一檔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就影像醫療的設備器材 好 那我們來看到 這張股票果然今天跳空漲停 對吧 627 是不是跳空漲停 沒錯 6527 對不對 老師你怎麼看的 請問一下老師怎麼看的 很簡單 看月K棒 來再看一次 看到沒有 月K棒如天 周K棒如地 日K棒只是人 所以回到這個日線的格局當中 來我們來看到 這一波的這些所謂的影像 處理的器材當中 你可以看到上禮拜 這裡是不是衝擊在漲 那是不是第一根放量點 所以上禮拜是不是絕佳進場點 我想沒有錯 今天再度跳空 謝謝各位 看完上半場 大家不禁非常的感動 那我要再告訴各位 我要挑戰人生最高目標 繼續要往向幫各位 把握這未來的八個禮拜 迎向陽光跟我一起勇敢 來 我們繼續拚 當今全台灣 我告訴各位 能夠這樣子帶你的 我說了 可以拿到了 得到了 你就盡量拿 迎向陽光跟我一起勇敢 只要你有一顆賺錢的心 人人都是小IP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先做一下廣告 我們稍微回來 好 影向陽光跟我一起勇敢 從現在開始到9月22號 每一天都要把握 每一天都是拚到一根 掌停板的機會 今天下午你等一下就 跟我們聯絡 把手續辦好的話 有任何問題你留下來沒問題 我用這隻手機打話給你 你有什麼問題 就包括你今年怎麼樣 什麼股票套在哪裡多深 然後目前你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你要從哪裡挪資金回來 下一檔股票買什麼 我親自跟你溝通 我們的目的當然很簡單 來 可以得到的盡量拿 可以得到的盡量拿 不要拖時間 浪費一天少一天 從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 看我們的節目到現在 你錯過的這幾天 你覺得你錯過了什麼 第一個你錯過了陽明光 大概三根掌停 兩根半 第二個你錯過了仙境光 大概兩根掌停 第三你錯過了宏達電 大概三根掌停 再來你錯過了劍達 大概也是三根掌停 接著你又錯過了位數 然後你又錯過了威勝 到今天為止就是三根掌停 你還錯過了我們昨天 先跟各位講影像處理設備 這張股票 當然你可能也錯過了 這一檔車用再加上元宇宙 你還有錯過多少的行情 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我要告訴各位 行情會越來越快 你不覺得現在掌停板 越來越容易了嗎 你不覺得今天掌停板 比上禮拜越來越容易了嗎 非常的簡單 很容易掌停 你不覺得嗎 你看連華星光中股票 再拉一根掌停 為什麼 因為越來越容易掌停 行情越來越來越熱 行情越來越熱 股票其實台灣很多都是好公司 你之所以上半年賠錢 不是因為公司不好 你搞錯了 是因為行情不好 這是兩回事 很多上半年讓你賠錢的 都是好公司 你千萬不要以為 股票讓你賠錢 它不是好公司 是的 但是一當好公司 你要買在家對的時候 什麼叫對的時候 漲的時候 對不對 就跟一個好的伴侶一樣 對不對 你跟一個好的女人在一起 最好是在她想結婚的時候 你跟她不想結婚的時候 跟她在一起 追債久都沒有用 是這樣沒錯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邏輯也是一樣 男生也是一樣對不對 在她想要成家立業的時候 這就要告訴各位 可以得到的盡量拿 能夠賺漲停 就不要不賺漲停 每天都要想辦法賺漲停 來輪飛 我們來看到轉折第一根 上禮拜二 我們來看到拉出了四根漲停 今天在做跳空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四根漲停 工業電腦當然它有新的一個大轉機 很多人當然會講一大堆 有的沒的 說什麼每次選舉都怎樣 我覺得這種東西其實 我覺得可以得到的就盡量拿 對不對 你要怎麼解讀 那是你的個人的自由對不對 我覺得能夠賺一千萬 就賺一千萬對不對 我們來看到 本週努力的目標繼續 除了今天的漲停之外 我們要追尋的很簡單 禮拜二漲停 禮拜三漲停 禮拜四漲停 禮拜五漲停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追尋禮拜二漲停 那你接下來要跟我聯絡 繼續我們來看一下 疫情上禮拜有預告的對吧 我上禮拜有沒有預告疫情 主要是在於戶外運動這件事情 現在很多人都搞戶外運動 如果說你看到全球的潮流 除了台灣最近這兩年流行露營之外 日本也非常流行露營 你在這個西方的世界也一樣 這一波除了東哥遊艇 這地方漲上去之外 當然我們說戶外運動 它是擴散開來的 所以這一輪會拉回來到 前一波的什麼正規軍 還記不記得以前有一個 無編織球鞋的球面有沒有 我記得在七年曾經大漲過一段 漲了兩檔股票對不對 其中一檔就利勤 來 四四 二六 我說下個禮拜一輪到他 果然1點名債工漲停 禮拜五點名今天債工漲停 你怎麼能夠不愛我 來 再看一次 禮拜一的目標達到沒有 答案在你心中 明天的目標想不想要 現在打電話來 再聽一次 上個禮拜五告訴各位 全台灣能夠預告的股票 全台灣能夠預告股票會漲停的老師 當然少之又少 講廢話的當然很多 在那邊蹭熱點 做台積電 然後在這個地方告訴各位 聯電的這個先進製程 不用害怕的朋友 其實滿多的 但是真正有賺到漲停的 畢竟不多 能夠幫助你的 是告訴你一檔股票 能夠賺到錢的人 當然我們來看到 這檔股票本來就已經漲過了 來 我們看到今天福大命大 再拉一根漲停 當時中繼整理兩根 禮拜四震盪一下 今天再供一根漲停 看一下這個動作有沒有 你就是要這樣子提前佈局 你就是要這樣提前規劃 你才是小VIP 當有一天你變成自己的大戶的時候 你要記得 是我幫助你 再來洪帆 已經擴散開來了 美法首四手 省錢幹年股都已經開始漲了 華新光再次帶動光通訊 我們來看到光環也一樣拉上來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主帥 我剛剛說過 要有人能夠創新高 才會北極新升空 明太一樣往上攻 當然投信最近也開始 來做一些佈局 百言如我所預期 跟另外一檔股票 也就是我上禮拜 有跟各位預告的 神龍我們來看到 也在創一個短線的新高 好 台康升的話 同樣是CDMO 也是一樣有提彩股 也是有一個集團股 再來就是北極新 這些都是有集團 最主要的包括明基 這是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的 升級股準備再轉牆 當然股票的共性 它在新櫃當中 你仔細看 新櫃裡面的升級 已經不管上市櫃 自己先走了 對不對 它那顆是那個什麼 肺炎藥 對吧 最近這半年來 股票跌這麼說 它完全沒有跌 你看 越盤越高 所以證明一件事 就是說今年有賺到生計股的人 未來都變大戶了 好 再來就是所謂旅園宇宙 轉回PD PD當然去年12月曾經大漲過 就像我昨天跟各位講的 給你一個家庭作業 誰在去年12月大漲過 當然都有機會 自身這個地方重新轉 再走一個新高 最重要是你要有一個賺錢的心 再講一次 這個能夠有機會拿到的 當然就要盡量拿 千萬不要在這邊客氣 只要有心人人都是小VIP 只要你有一顆賺錢的心 注意一下 下午撥電話進來 辦好手續 明天直接帶各位做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